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的事是说什么 阴盛阳衰不仅是凤凰卫视内的现象 它是一个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现象 最近出于假新闻 现在这新闻都不可信 就是安徽高考 说考生比例 我那天我一听说15对85 女生85% 男生才15% 但是引起的讨论是真的 这因为这个新闻 好多人写文章 探讨说现在我们中国不行了 这个大学校园里 这个女的比男的多 而且男生就越来越颓了 女生越来越厉害了 好像这种讨论 我印象里好多年前就有过 那时候是因为体育 老是女的拿金牌拿的比男的多 所以大家就 对对对 坑枪玫瑰 我跟你讲 我最近人家这个 当然说这个新闻是 假新闻 现在的数据是什么呢 但是就杨东平写的文章 说大学校园里女生越来越多 真实无误 就是说这个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高考女状元出来了 而且逐渐 而且逐渐打破学科的界限 理科女状元也是后来居上 就是说 以这样的速度 再过三年 全国普通高校考生中女生的比例 可以超过男生 就目前基本上还是一半一半 持平 但是他就说 这个是大学生女多一男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就是1994年联合国的统计 世界高校当中女性占的比例平均是47% 日本44% 巴西是53% 法国美国加拿大都是55% 只有我热爱的俄罗斯高达86% 他说如何解释 这八十是女的 俄罗斯女多男少 听说俄罗斯议会 俄罗斯当男的太好了 我跟你说 你们不知道哪有多 有些听说咱们那个驻外使领馆的 都不爱回来 一个水壶多个杯子 美丽的莫斯科郊外 前些年听说了吗 你不记得前些年俄罗斯议会 好像是曾经表决差几票没通过 就是咱们国家人口太少了 是不是就说一个男的可以找俩老婆的问题 可能现在也不 可能都不对 你发现露出那个金光来 不过我回到刚才讲话 就是说男女竞争的不平等 很多人讲社会压力 我在想一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这个心理年龄的关系 不是上次刘振云来讲 他讲一个观点我觉得很精彩 他说一个人你看多远 就会决定你目前的想法 女的整体的寿命 虽然比平均来讲比男的长 但是你感觉没有 女的她的急迫感 她对她的生命的急迫感 比男的要强 没错 女人往往比男人野心更大 你两个人一交往 他是谁意思吗 不不不 我那句说 我说江青的行吗 我说江青的 你不要说两人一交往吧 你一男一女交往分开以后 男的女的常常会说 我浪费了时间了 男的不大会说这句话 就是同样的时间 女的她会觉得 这个时间对我更重要 换句话说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她的心理年龄 就只划到比方说四十岁 五十岁 甚至于她在考虑婚姻的时候 她的心理年龄就只到三十岁 男的你们男的有一件事 确实只有我们能会做 你们不会做 就是你们不会生孩子 这就是说她得她得算 就是说我在多少 虽然现在科学发达了四十多岁的大龄母亲很多 生第一胎也能生出来了 但是她整个的趋势你要看 她必须得生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你要生孩子 因为我生孩子也生的比较晚 所以我知道那个花费 那个投入 不是 不是再不生不行了 就是说你的花费 我那时候感觉就是你要抚育一个孩子 投入 那是比两个工作都不值 等于 我差点 你的意思就是 等于男女赛跑 女的中间还take a break 不是 让你 让你多少一圈 哪 break 突然你要加班 加 就是让你一圈了 对 就是我要 等于我多跑了 对对对 我的感觉就是八年没工作 生一个傻一半 不是 她是另外一种工作 我不是 我不是 我知道她的意思 我有 还好 我有三四个病例 是我身边的女性 我负责任 我负责任的说 我当她的面 也也说 生一个傻一半 从怀孕开始 每一家里的小孩子 小女儿都是比较笨的了 照你这种说法 不是 妈妈傻掉了吗 真的 就是你比如说她没生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熟的朋友 看着 因为你 你是有很精确的感觉的 原来我说一句话 她的反应 对 我这个比较 俩月没见她 孩子生了 我再跟她一说话 反应慢一半 对 你觉得吗 我这个她说 当然你可以说 她的经历可能转移了 她在跟一个非常小的小孩 我跟我小时候跟我女儿玩游戏 到后来我就实在是 我热爱我的女儿 而且她给我无数的快感 但是我跟她玩游戏 到最后我真不行 她只有一两岁的 她女儿厉害 她女儿厉害 有次到我家里来 我太太管她的女儿 管了两个小时 走了以后 我的好朋友 刘索拉到我们家去做客 做了一个周末的课 她说 回去以后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得休息 我得歇一个星期 我才能缓过劲 我脑细胞才能补 补回来我才能工作 因为这小孩 她重复性的 所以赵健银今天 还在这里能说话 就是伟大成就了 我脑细胞死了八年 已经让我们几圈了 而且你知道吗 她另一种荷尔蒙出来了 多强的女人 你比如说许克辉 我的好朋友 你看她原来就是 你敢说她差 没有 她经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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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觉得 她是很强的那种女性 比我都男性化 但是生了孩子之后 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 有时候不管我在说什么 都好像母性的 看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吴小丽 我再给你举例子 到儿子看 吴小丽生孩子 那天我们去主持一个 什么慈善活动 我跟她还打赌呢 因为我就说 我说我要捐钱 我说你要哭 我说你在台上 你必须感动的哭 我说你要 我说你要能流泪 我当场我就捐钱 然后小丽就跟我说 说这对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她说说 我自从生了孩子之后 我只要看见一大群孩子 在舞台上唱歌 我这眼泪就能流下来 我只要看见一个同事 抱着她的孩子 我这么一抱 我要不控制 我的眼泪都能流下来 你知道吗 她这荷尔蒙变了 这一段 她有一个母 就刚生育之后 很多女的都有这种 她止不住的哭 止不住的哭 她完全是一种荷尔蒙 而且就是这个 我女儿生出来 我就感觉我全面投降 你彻底就被她迷住了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小孩是这么的 我呼吁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就是年轻的观众 注意听这一段 想想你们的妈妈 为你们付出了什么 为你们傻了一半 不是这一 不对不对 她的所得 这个上帝是公平的 她的所得和你的付出 无价之宝啊 就是说你付出多少 你得回来多少 绝对 我们就没这个机会获得了 女人要想生孩子 所以她看你 谁要是 是许哥会看你 她有一种 可能有一种悲哩 我可知道你从哪来的 但是你可不知道 我是什么感觉 看一个 没错 你还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这绝对的 感觉是重新 就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了 而且现在就感觉 女人要生孩子 别拖 你要是决定 要不你就决定不要孩子 那我讲 那心理年龄的危机感 又要加钱 你要决定要孩子 你就宁愿早要 你知道吗 你可不知道 现在那个想要 宁肯别结婚 也要先要孩子 是不是这样 那是徐老师说的 我教领男大学学生 江江三人情 广告之后见 真的我跟你讲 我是过 不是 我不是过来人 我跟 他生过孩子 半阴半阳 生的变天下好吗 他被生过 不是 我是说 你就广大妇女们 真的 就是说 你不知道那些 现在拖到岁 最后40岁 想要孩子 老怀不上 那些女人 他们的心情 有多么的着急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我看着新闻 13岁的小姑娘 暑假快完了 到医院 做那个人流 那医生一说 做人流做几次了 做9次了 你说 不是 13岁不可能做9次了 不可能 错了 大概意思 反正看着新闻 人家那个医生讲了 我告诉你 就说 你年轻的时候不谨慎 做的流产次数太多 会造成 有可能失去生育能力的 你知道吗 现在女孩不知道轻重 真到了 我那天碰见一个女的 跟我就讲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 做过几次人流 现在就跟祥林嫂似的 天天就说 哎呀 我一想就后悔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听了许子冬的呢 她说不让我要 我就去打 我怎么那么傻呢 流产会习惯性 我这才 我这才 你讲了这一段 我这才明白 我最近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不是看社界里边 不是有一句话 我一直困惑吗 那个心灵之路 男的是通过胃 女的是通过阴道 这个张爱玲这句话 受争议吗 我现在才明白 张爱玲讲的真有道理 不是张爱玲讲了 或者这样的理解有道理 通向心灵之路 就是通向爱的道路 对不对 通向爱的道路 通向阴道 我们就都想的难的 就不想人家生孩子的问题 你想想看 咱们就别说那个词了 其实通过阴道就是 咱说通过产道好吗 对啊 那不也是通过吗 那不也是通过吗 通过 通过 反正要通过的 对啊 你不通过 光站在门口不行 对啊 就这意思 没事 就是 我这 咱说哪儿去了呢 说社界呢 谁说阴了 十三岁打九十块 咱们说什么 咱们本来不是说学校里 现在女生 爱心 这个有关 女性太多了 我跟你讲 我还是说这事 过去有一种说法 会不会是觉得 女孩子比较听话 女孩子比较听话呢 所以呢 也容易学习好 也容易表现好 男孩子呢 往往就是 走极端 解傲不逊 或者是什么 你觉得这种 理解对吗 这社会训练出来 男女本来 这是女人跟男人 都是社会造出来的 女性 男性是分 而且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 对于现代文化的现象 你说男的都解药不逊 都什么 要张扬个性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 就你刚才开始说 那大头 是比较 经过几千年成为以后 他就比较阴性的 对 你看我们喜欢的 那个 就咱就说 那个柳梦梅 哎 这是阴性的 真的 就是 就是 咱们都整体上 是这么一个 我在课上都说过 中国男人这么阴柔 这女性负很大责任 我在班上做过调查 我说两个男的 为你打架 你女的 你最后是帮那个赢的 还是帮那个输的 香港的同学 都是中国人 都帮那个输的 全都不帮那个赢的 西方人都会帮赢的 对不对 中国的男人 你看两个男人 女人 两个大假假 女的帮那个输的 所以男人呢 你看 这个我觉得 你要赢了 就一戒五夫 你怎么简单 你看看 数千年来 男人一戒五夫 有几个美女相爱的 有啊 咱们现在说的 都是到后来了 其实中国 所以我老要说 要推到源头去 原来都是 以前那先秦那时候 那文武双全的人 多了 太多了 而且那种就是 那至少送以后吧 送以后 而且就说 确实从这点上 虽然我觉得儒家文化 你不能简化的说 但是他确实 长期以来 形成了一个 重文轻武 男人打人不过 文臣和武臣 确实文臣和武将 确实越来越重文 但是早先不是这样的 真的武将 原来是非常 我们非常漂亮的武将 而且文人里面 你读孟子里面 有那种大丈夫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世大夫 他有很洋气的一方面 对吧 然后后来 皇帝面前呢 他就被阉割了 对 他就被阉割了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 好像像一个妾 妾 其实就是说 所以从这点上 他夫权和军权 是一类 有些军臣关系 真相男女关系 真相男女关系 他在人身衣服上 他在权力上 都是 广东人 香港人 最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最本质的关系 你看在广东话里 我就发现 比如说公司里的下属 要是被上面 这个经理骂了 他有一句话 咱知道 普通话里说 丢东西的丢 在广东话里 是个糙话 就是那个意思 对吧 他会说 今天被我老板 这个留了 他会这么说 他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被老板骂 你明白吗 像中国过去 这个 欺负了 君和臣 对吧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咱们很有名 这当然已经到唐朝 就白军毅那 特别有名的 那个诗 他就说 那个是琵琶形 什么 他自己当时 已经做官不得意 被皇帝给抛弃了 然后他看到一个伤人 游刀皮 大猪小猪落役 就那个著名的诗 结果他就发现 一发现他的身世 也是被商人给抛弃了 马上他就像见到之音 他就说同是天涯沦落人 就等于他自己像一个 弃腹一样的感觉 被皇帝抛弃了 古代的诗人 拼命写 公院师 归院师 归院师 讲那些女人在里边 没有性生活 其实他根本不是关心女性 香草 他是觉得皇帝不重用他 你看那屈原 要不是说人家整天 后来还有人胡研究 说屈原成了从轻炼 对他当时的君王 写的这个储词 对 士大夫 人格 非常高贵 可就是一到了皇帝面前 那个感情就跟一个 我就是要说 他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 我有一个 那可能已经是楚汉相争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著名叫田恒 你知道吗 这个田恒 你知道田恒吧 五百壮士嘛 五百壮士 到了一个海岛上 他就等于 那时候汉高祖已经 刘邦已经得了天下 要用他 就说你来 我不计前院 他 他来了 来了 就说你要见我 但是他在路上 他就做了一件 就说你们跟从两个人先 我要见皇帝之间 我要先洗玉 他要净身 结果他就自己杀了 杀之前他就说 他说的 因为我以前 他杀过利姬 就是一个老儒生了 是刘邦很看重的 把利姬给喷了 等于给 你知道吗 就给煮了吃了 那他利姬的弟弟 在刘邦旁边是爱将 所以他说 那就是刘邦 软述了我 他看着 他这弟弟看着 皇帝都变成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心里能过得去吗 他有这种意气 你知道他说 那我宁可 我也 我这样做这个臣子 也不得安心 所以他就把 头杀了 让你这个 底下两个人说 你不是要 高祖要见我的面 你把我这个 跑马三十里 我那时候容颜还如旧 你见着我面就行了 那高祖最后就是说 刘邦 刘邦就把他后葬 然后这两个跟着他的人 还当即就是把他田恒埋葬了以后 两个人自吻 在旁边一坑 两人就死了 然后这消息传到那个海岛上去 就跟从田恒的那五百事 全都自杀 全自杀 田恒当时徐悲鸿不是画的很著名的一个画吗 就五百壮士 就是这种动不动就死至 对 他没有说就是皇帝 你要我当我重臣 我就我就衣服上去了 他有这个气节呀 而且历代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都忘了 就一说就是 氏大夫里边那种特别阴柔中军 然后完了被 被这个皇帝一拆进医院 还是改不了这个女相啊 女子也是节恋吗 这个从来也是这样 他他在皇帝面前自杀 跟他服从他 他还是改不了他的女相 女的也有说 他没有中 他不是为了皇帝而自杀 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个原则 一个义气而自杀的 这是不同的 后来你说的不错 他不是一女 不是二夫那种 不是一成儿 他能不自杀吗 他能不自杀吗 那你就是说 你干嘛老倡导这东西呢 人类社会生命是不是最重要的呀 但是你这是拐到另外一个问题上 我们现在说的是 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 对是不是生命是重要 他自杀这件事 包括五百人都为自杀职吗 你说一看那日本的武士道 怎么那么较劲呀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就是说你 一个男人是 你从这点上 从生命的原则上 他是不可取的 但是从一个审美的角度 从一个气节 或者从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精神的力量 之强大上 他又是有很美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不会觉得就是说 哎呦 我为了保命 然后我就围取求全 反正好好好 你像什么好死不如赖活 张子忠 你不觉得 张子忠就是典型的例子吗 但那个时候 哎呦 那是忍辱负重啊 给人骂 一度给人骂是汉奸吗 张子忠当时在北平天津一带吗 那那个时候要维持吗 日本人七七事变 到最后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我觉得 我特别能理解 当时这个张子忠 为什么中国在抗战当中 很多将领就死亡率啊 在整个二战当中 将领的死亡率 中国相当的多 因为说实在话 当时的中国军队太差了 你基本上都是这种哥们意气 桃园三接意 这种意识打仗的 所以呢 而且又打不过 日本人那么强 所以就只能靠着说 当领导的当官的 我死 当张子忠早蒙死至 就说没得死一个 要不你怎么全溃散啊 所以我就甚至是有意求死 这个东西 包括谭思成 你说就是说 历代各国革命 没有死亡的 改革不成公司 因为没有人为他留起 他说自私同时 他还不让别人死 我死 所以还是有大丈夫的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以我这种小丈夫居多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还是要说色戒 对 因为香港最近是一个话题 你知道他票房极高 已经几十万人看了 所以谁见了都谈这个事情 但是话题早拐弯了 拐到那个戒上面去了 大家都在关心那个六咖拉的戒 就是这戒不是那 这个戒 这个戒是 他们认为扎爱玲也包括这个意思 说女人一生就追求两个东西 这要请教叫扎剑音了 一个是色一个是戒 这个戒呢 代表财富又代表婚约 婚戒嘛 那色呢代表就是说感情基础上的高潮 是不是说女人就这两个东西最重要了 而且是哪一个更重要 很多人就在争论这个 我觉得 是什么是性最重要还是 这个性就是色了 钱最重要 还是说 他的戒不单是钱 还包括婚戒 婚戒还包括 责任感 安全感 约定 婚约 象征这个戒 对吧 色呢就表示属于人的 性和情 对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争论的 讨论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说孔子不是说 怎么来说 实色性也 实色性也 其实男女各有侧重不同 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的说法 说女的呢 比较倾向于找长期饭票 所以侧重的是实 男的呢 比较好色 所以呢 常常是用实来做 做引诱 为追女的 因此呢 好像是有一个 女的重实 男的重色 这么一个 一个说法 那你这个跟鸡生蛋 蛋生鸡这么一块 就是说他女的 为什么重实 不重色 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低 对 所以他只好重实 他没处找 对吧 他就用来交换的 他就是用色来交换 大概就是这么 男的他已经有识 他要找色 对吧 你不信反过来 他肯定是反 你说慈禧 慈禧和小李子 谁找谁 你说这个 这个钻戒的戒 我那天看 看一个家庭主妇 在那说话很有意思 拿着套着那个戒指 就当时老公送的 他说你看 我整天干家务活 这个白金 这个圈 白金 已经褪色了 但是你看 只有这个钻石 还是那么熠熠闪亮 真是钻石横久远 一颗涌流转的 天天洗菜 天天洗菜 钻石不退缩 白金的戒指 白金会退缩 所以你看这个女人 她把钻石 看得是多么的重 看得我心里发展 她是一个寄托 拿钻石当寄托 她平凡的生活 洗菜的生活当中 还有一颗 还有象征意义 她有象征 她我要说 到了这份上 这钻石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的物质的东西了 她是一个精神 你真的说 其实她是一个 她生活的一个念想 她要把这个钻戒 其实她要的是什么呀 其实她可能是不要 她这钻石 如果能让她不洗菜 能够又有什么别 她可能就不这么大 其实这也是老黄利了 最近有一个挺火的电视剧 叫奋斗嘛 讲80后 现在的女孩子 不是说男人为我付出而感动 而是我得成功 你得帮我